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荣誉出品的《老纳要还俗》 作者 伊莫黄良 博奖 幻影空 第五章 一只鞋 事实上真的把方正气得不轻啊 如果不是系统一再警告 饭戒是要被扣分地 是要养匪的 方正已经抠出一块板砖就拍过去了 就在这时 一个文静的声音传来 好了 马娟 赵大佟 你们就别嚷嚷了 人家只是说了一句嘛 又没有让咱们花钱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方正一听 心头一暖 心道 哎呀 果然还是有公道的人呢 难怪这姑娘长得漂亮 人好 飘的缝 然而下一刻方正就后悔了 只听方云镜继续说 哎呀 可惜了那和尚一身的好皮囊了 既成了这寺院 不修佛法 竟学了一些招摇撞骗的东西 方正顿时是泪流满面呢 心道 我比那豆腐还远呢 我骗谁了 妈了个买了个皮的 说句好心的提醒话 至于这样吗 至于吗 啊 丁 这就是唐三藏取真经 还要付钱的原因 佛祖之言 岂能随意清传 清传了就不值钱了 甚至还不会被人感恩 一同兄啊 这一次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 得 以后我也不随意说天机了 这些人活该造罪 方正气哼哼地说 丁 有情提示 旧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那是大功德 能够加不少分的 啥玩意啊 他会死吗 方正一愣 丁 一指山山路难走 如果受了伤 没有外力相助的情况下 他活不到下山 这 算了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再说了 我的寺庙才装修好 若是死了人 以后就不用想这香火的事了 方正叹了口气 转身走了回去 方正回来的时候呢 赵大同正站在那菩提树下 摸着树干 嘴里是嘖嘖撑起呀 哎呀 奇乐怪了 这真的是菩提树啊 怎么大秋天的还发芽了呢 这祸子早死吗 果然是南方的种啊 不熟悉北方的气候 乱作死啊 看到方正回来了 赵大同立刻警惕地看着方正 就贺问道 小盒子啊 你又来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我们不算命 不烧钱 我就是看看 方正淡然地一笑 你们要算命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算 你们要烧箱 供桌上有 普通箱免费 高箱两百块钱一柱 烧不烧 你们随意便是 说完 不理一脸恶然的赵大同 方正站在那个会被马军撞到的台阶面前 想了一想后啊 将鞋子脱了下来 放在了那个会被马军撞到的位置上 快入冬了 方正的鞋子也是免鞋 穿着有些热 但是不穿嘛 还有些凉 方正本打算脱卸僧袍放在那儿 但是转眼一想 那么做多半会被当成流氓呢 闹不好还要被那个火爆的脾气打一顿 得不偿失 至于说回后院拿东西啊 他也懒得去 小盒子 你在干什么呀 赵大同不解的看着方正 方正说 天机不可泄露 这里是我的寺院 我做什么自然有我的道理 不要动我的东西 方正说完 突然他就愣住了 他眼中画面一闪 只见赵大同脚上一滑 从山道上直接跳了下去 好在这家伙呀 体壮如牛 关键时刻抓住了一根树枝 这才没有直接被摔死 却也卡在了半空 上不来 也下不去了 你 小盒子 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可不喜欢男人呢 赵大同被方正直咕咕的眼神 看得有点发毛 方正淡淡的一笑 再次望了一眼赵大同后 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赵大同则被那深情的一眼 看得浑身发毛 方正一边走一边说 不要动我的鞋啊 否则罚款五百 你 你怎么不去抢啊 赵大同怒吼道 不过方正有一句话说对了 这是他的寺院呢 他立的规矩 赵大同再强势 也不可能拿他怎么样 不过赵大同留了一个心眼 就冷笑道 这次故意放着的 让云静他们踢倒 然后趁机赚黑钱是吧 有我在 你休想 我就在这看着 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就在这时啊 马娟方云静胡寒三个人 看过了菩萨就走了出来 马娟走在最前面 叶脸嫌弃的说 哎 竟然是松子观音 郁闷 我们连男朋友都没有 还能求孩子吗 真是够了 说话间 马娟一抬腿 结果后脚没跟上 身子一歪 尖叫了一声 哎 叶妈 没有得 有晕 赵大同也吓了一跳 开口提醒已经晚了 砰的一声 马娟一头就撞在了台阶上 翻了个身躺在地上 捂着头就叫道 哎呀 哎呀 好疼啊 哎呀 什么味啊 好臭啊 抱怨中 马娟随手将刚刚自己撞的东西 就抓了过来 一看 竟然是一只鞋 顿时就火了 谁 谁这么没有功德心呢 戏子也乱扔 这是贫僧的 就在这时 一个光头出现在了马军面前 然后拿走了他手上的鞋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赶紧爬起来 就要开骂 奈何方正走得快呀 三步两步走进了福堂 绕到了后堂去了 而边上的赵大同 则是一脸震惊地 看着方正离开的方向 脑海中不断地闪烁着 刚刚那一幕的场景 方正脱鞋 摆好 然后马军一头撞上去 这是巧合吗 赵大同很想说 是巧合 可是在这之前 方正说过呀 马军有血光之灾 如果方正不把鞋子放在这 就凭那台阶的棱角 那个硬度 只怕马军已经是血流当场了嘛 这不就是血光之灾吗 不仅仅是赵大同在发呆 那云镜也愣住了 看看地上的台阶 再看看马军的额头 再回头看看已经消失了的方正 问赵大同道 赵大同 我们进来的时候 也没有见到这里有一只鞋呀 这鞋子 哪来的呀 赵大同苦笑道 我说了 你们可能不信 那是小 那是那个住持特意过来 脱了一只鞋 放在了台阶上的 故意放这臭我的 还是恶心我的 马军气呼呼地叫 而此时此刻呀 方正却笑开了花 就马军一头撞在鞋子上的瞬间 他收到了系统通知 叮 救人一命 胜在七级浮屠 系统奖励你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 以资鼓励 方正顿时就笑了 啊 原来还有这种好处啊 你怎么不早说呀 先不抽奖了啊 还有一个抽奖的机会 等着我去领呢 不对啊 是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去救呢 救人要紧呢 不跟你废话了 撒家的绳子呢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